大家好,我是帕大叔,欢迎收看本期大观众来观战一把蜡像尸,这个玩家是目前的国父S1破轮,这些老观众应该知道,我们看过他的破轮很凶残的,上来的话这边遇到的是勘探员,这把打蜡像尸,是因为这套阵容勘探,古董可能都带飞轮,觉得破轮不好打,打个蜡像尸,因为蜡像尸打这种打架阵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古董上勘探员,你吸我,你身上就得涂蜡,对不对,我到了二阶,你正来给我打架,打不了啊 看来这边上来吃一波,还在这个脏狂蜡像尸,脏狂挽留,还带了抗性,勘探员这边的话飞轮是马上好了,能不能上一波车呢,但这边没有交互点,这个车似乎飞轮,好的,漂亮,那直接传送吧 传送过来九十多点蜡的勘探员,这边翻下来,远程定住,这边能不能交个磁铁,没难到,磁铁打开 这波其实蛮亏的,我也还行吧,呦,这块磁铁丢的很极限啊,这块磁铁不仅仅是吸晕了,这个蜡像尸还同时解掉了,看来自此的蜡,这个操作我还真没见过,但也就这样了,差不多了吧,这边的话板子头铁过板,然后这边没想到,反应慢了一点点, 整个击倒,整个击倒,本身的话我觉得是一分钟出头的,现在他多多了三十秒,对这来讲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就真实的话我觉得有点,真实的话觉得有点,这个阵容真实你自己打架,但我也讲,我觉得,这套阵容跟蜡像是打架,不能说一定亏吧,但至少赚不了太多东西,两边蜡封做密码机, 傭兵来救人,两个人都来,这波杂技也来,傭兵也来,那对球者来讲,其实在密码机进度上面是亏的,因为蜡像尸还没有到二阶,其实一个人来救够了,杂技再过来,帮忙交球来保证看待员嘛,看待员薄命20秒都撑不住,对吧,更别说薄命之后的事情了,真来保,叶刀, 那我觉得穷者已经把自己打工了,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流去,跟蜡像是硬面正刚的,正面硬刚的,古董商也来了,弹了一波,董商也来,你说这波保活这看待员,保得怎么样嘛,我觉得穷者确实保得不错,但是你说收益有多少呢, 我觉得收益没多少,真没多少,你是牺牲了勘探,你是牺牲了古董商,加杂技也员,两个人的修机时间来保的,你的密码机现在还差一台半,对吧,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现在密码机还差一台半,好了,这个时候佣兵要修一台机子,那这边杂技救人还是古董商救人呢, 因为当电波救人给到了蜡像是更多的存在感,蜡像是这边的话,一来可以封你机子,二来我这边通过二接的一个热蜡,甚至可以直接救不下来,对吧,暈住,定住以后热蜡起一刀,带走你,那穷者如果人救不下来,游戏是不是结束了, 嬸出我齐热蜡,这样,求者这边可能要倒好几个呀,这伤害打的, 古董商,硬饱,这打的就,在我开来有点离谱,真的这么硬吗, 但确实是打成功了 古董商这边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扛住了这个蜡像石 让这边堪弹员活了 杂鸡这边的机子八二四 丢个蜡块先把密码机封了 好现在请问一下谁来救人 要佣兵修完 佣兵的机弹有点慢 那佣兵的机子修掉 杂鸡这边机子我觉得亮不了啊 杂鸡这边的机子真亮不了啊 堪弹员鬼鬼祟祟过来 要打一个非常好的协同 堪弹员正面吸引 然后杂鸡这边能够把这个机子给蹭开 蹭到压好 而且还要防住这边 不然他来封机子 难度挺大的 那这边的话人捞下来 古董商也是过半的 现在是两个上挂飞 核心问题这台机子怎么打 古董商那边有棍子 堪弹员有磁体 两个人的飞轮估计都有 刚才杂鸡救的人 杂鸡没有博命 那也就是说这边古董商可能是个博命 核心问题就是这台机子能不能点开 如果能点开 四轮开不下打出来 那我只能说真的是一条硬汉 外面选择补状态 这里的话是 还过来找到了 堪弹员 古董商这里应该不会出 古董商是个满血 那边杂鸡捞下来了 好的可以 那按下是这边的话要交传送了 他只能交传送 先封密码机 但是 起热了 古董商那边 没有棍子了 没有棍子了 先把你定住 密码机点亮 一刀挂飞勘探 但是由于传送刚才已经交掉了 所以现在 那像是他管不住两边的门 我觉得佣兵可以点这边的门 对 佣兵的一个 那个保命能力比较强 杂技去点 起点的门 漂亮 古董商现在是一个白板 那像是这边过来 找古董商 要两边的门开 古董商跳地窖 有没有这么个说法 这一把呢 我真的蛮佩服这古董商的 我也蛮佩服穷者的 他们的一个战术安排 在我看来就离谱 但是 不离谱这个局 穷者也确实没有真剩的可能性 现在呢 还真的把这个真剩的可能性 打出来了 那就看最后古董商 能不能 这一口气顶住了 身上面25点蜡 地窖 翻板子 两块板子 你只能封一块吧 这块板子解纳以后 一个翻板加速 你踹板子我就往另一边走咯 再封 再封的话 这里有没有机会 这个口子 拖 还有45秒的挽留 如果挽留结束是不行的 这边的话踹板子 跳地窖的 屁 我要向古董商表示 深深的歉意 深深的歉意 是我太菜了 根本想不出来 能够打成这种局面 改变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